被称为女王的天海又西在日本娱乐圈中从来都是一个耀眼的异类 1993年,她以宝种歌剧团最年轻的Top男艺横空出世 身形高大,气质清洁 歌舞和谈吐中自有一种何须的音气 当时的女性观众有多爱她 从她退团时几近疯狂的送行场面就能看得出来 而三年后,从舞台转上一幕的天海又西 就几乎成为了大女人的代名词 言诗,医生,警官,律师 日渐崛起的女性力量,尽由她的诠释总是格外有说服力 不过近几年更让天海又西出圈的 是她清醒犀利的人生观 日复一日的被追问婚姻,她说 这样绝不依附感言感行的自我姿态 在早些年也许还会招致冷眼与不解 而在当今却恰好堆上了蓬勃的时代情绪 让意识到并开始挣脱依附苏命的女性们 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在这个层面上,天海又西似乎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符号 女王并非一日恋成,在符号与挥舞的旗帜下 我开始感兴趣 天海又西是如何在秩序森严的薄种里 生长出了忠于自我的个性 在以男异形象同极一时之后 是什么驱使她主动褪去光环从零开始 她如今看起来坚固稳定的人生观 又是从怎样的经历中淬炼得知 大家好,我是吃到猫 人物漫谈的第十一期 我想和你们一起从头开始 看看女王天海又西来时的路 1967年天海又西在东京上也出生 原名中野又理,在家里三个小孩中排行老二 和哥哥弟弟相比 天海又西说,自己小时候文静又内向 吃饭慢吞吞的,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小孩 跟我们今天熟悉的雷厉风行的女王形象完全不同 她和舞台的初结缘是在幼儿园的儿童剧 白雪公主里扮演巫婆 一向存在感不算强的天海又西在舞台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想成为一名演员 这样朦胧的想法开始在她心里埋下种子 而祖母却说她意想天开 长得又黑又高,像牛磅一样 怎么可能当演员呢 天海又西受到打击,崩溃大哭 而妈妈却把她偷偷拉到了厨房 告诉她,你要坚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也许是这句话支撑的天海又西将演员梦珍藏在心间 中学时,她加入了学校的演剧部 那时她的身高已经接近一米七 常在学校的文化节扮演男生 她很喜欢歌舞剧《西区故事里》 唱《玛丽亚的男爵托尼》 老师跟她说,既然如此 不如适时加入宝种歌剧团吧 那里能让你如愿以偿的 在自撞为了明天吹来的风里 天海又西把这个与宝种交会的瞬间 描写得清淡又有如宿命 幼儿园时,祖母好像带我去看过宝种演出吧 小学时,同学给我看过演出的小册词吧 点播电话上曾听过宝种演出的一小段吧 14岁的我记忆中的宝种只是小小的小小的存在 尽管如此,听到老师的话的一瞬间 不知道怎么会想,宝种也许真的不错 于是天海又西捡起了儿时练过几天的芭蕾 开始风水无阻的到舞蹈教师报到 苦练两年之后,1985年 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录取率 只有5%左右的宝种音乐学校 先给不熟悉宝种歌剧团的朋友们简单做一个介绍 我们可以把宝种粗略地理解为全员为未婚女性的日本百老会 在日本的艺能界地位颇高 要进入宝种需要先考入宝种音乐学校 就读两年之后进入剧团 再经过漫长的练号养籍 其中最优秀者会成为top男艺或娘艺 也就是组内最核心的男女主演 一般来说,一位top男艺的修炼时间是10年左右 所以也有10年男艺的说法 如果大家对宝种歌剧团有更全面了解的兴趣 我很推荐播客过刊的这两期节目 宝种苏有新娘学校之称 连天还又夕的父母当初也是笨地将女儿培养成好嫁风的念头来的 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 上野千赫子在《艳女艺术》中就对女校文化有过一段讨论 他认为女校学生并不会更加具有预期中的女人味 反而会因为男生的缺席 获得更多发挥统帅才干的机会 天还又夕在宝种的成长 很好地印证了上野的这个观察 在这里,女孩们不再将自己视为男性的副手 而是磨练出了天然的自主性和领导力 比如在升到二年级时 天还又夕就和同期生一起 废除了短发女孩必须用近百个发卡 固定住头发的预刻发卡规定 在这状中,天还又夕如此回望于总结 仅仅两年,我在音乐学校学会了自制 我们学到了在一般学校根本无法学到的 自主性、判断力和指导力 在外面的世界里 女孩子能够学到这些东西的机会就更少了 倒不如说,人们根本就认为 女孩子没必要拥有这些能力 而我认为,男孩子必须的能力 女孩子绝对也要拥有 1987年,天还又夕从音乐学校毕业 以第26名的中等成绩进入了宝种剧团 和很多营销号描述的一路开挂无所不能的天才人设不同 天还又夕并不总是第一名 也并非野心勃勃 演绎的她住在分配给钟本身无人在意的小房间里 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大事点心 吃得脸蛋圆扑扑的 把演出服装都撑满 在跳大腿舞时露出暖洋洋的笑容 然而变化很快就出现了 在备受瞩目的新人公演《Me and My Girl》里 天还又夕被指定主演比尔一绝 这种史无前例的特殊提拔 与其说转机 在那时的天海游戏看来 更是一个危机 从事那压力和流言蜚语 让她无所适从 一度陷入了混乱和迷茫 就像她在书里描述的 我既没有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 也没有冷静分析自己所属环境的从容 更缺乏对茫然无措的自己一笑了吃的气度 还没有将提拔了自己的真心 给上级生看的机会与权力 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 就是演好当前的角色 放下身段 不懂就问 那时候看似身上云端 实则坠落谷底的天海游戏 学会了窗上嬉笑和不怕受伤的盔甲 将舔伤口的时间用来磨练记忆 她私下经常书面朝天 衣着简朴 却深深地了解 舞台上的妆容与造型 对角色塑造尤为关键 她有一本从小收藏至今的简报 贴满了从时尚杂志 裁剪下来的人物与造型 原本是兴趣 后来却成为了她揣摩人物的重要灵感来源 拿到一个新角色 天海游戏会翻看简报 在心里描摸出人物的性格 标志性的动作 甚至发型与眉毛 直到角色在心里活过一遍 才有了表演的把握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下 舞台上的天海游戏 逐步褪去了青色 开始有了大将功范 1993年 时任乐主Top男逸的梁峰真士 宣布退团 主演男逸的担子 忽然落在了当时 还作为二番手的天海游戏身上 刚刚我们说过十年男逸 而那时的天海游戏 才走了六年半 巨大的不安和压力 再一次朝他袭来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直到在电话里哭出来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自己非常非常害怕 几乎是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中 而这时给了天海游戏 巨大支持的 是即将退团的梁峰 在天海反复说起 自己做不到如梁峰一样优秀时 他回答 你不用和我一样 你有自己的方式 那就好了 这句话轻巧又精确地解开了天海游戏的心结 是的 他无法也无需去成为第二个梁峰真士 但却可以做独一无二的天海游戏 在男逸们都在努力地去呈现雄浑 夸张的男子七夕时 天海游戏理想的演绎方式 却是不刻意去彰显性别 而是更多地传递身而为人的细腻情感 也正因此 他所饰演的男逸 经常被人说天然 也有人说是最不像男逸的男逸 这些赞许和批评他都全旁接受 他自己也笑称自己是宝种的异端儿 但可能也正因此 天海游戏成了男逸中气质相当独特的一味 他和娘逸马乃家式的组合 也一度让我垂直入坑 两个人一起跳舞时的体态和氛围之美 有如两只灵巧的鸟儿 结伴短暂地略过天际 而我们有幸见证 1995年 天海游戏在上任Top仅两年之后 声名鼎盛之时宣布退团 一时间又是刘烟思起 有人说他与宝种有矛盾有过节 又有人说他退团是为了恋爱结婚 其实关于退团 天海游戏给出的答案一直都很简单 他心里还有更多想做的事 还想看到更大的世界 宝种与他来说只是一个绚烂的开端 而不是全部 在留给后辈的话里 天海游戏也清晰地表达了人永远要向外探索的理念 不要成为谁的复制品 不要只蹲在一个地方 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 风格价值观生存方式也不仅仅一种 1996年天海游戏在退团后的《海量影视邀约》里选择了好莱坞电影《莲黄炸弹》 他只身飞往美国 执着而彻底的践行从零开始 在那里他不再是TOP男艺天海游戏 而是一个要不断向他人自我介绍的新人演员 冷却是为了清醒 虽然我联想到张宋文在隐秘的角落爆火之后的警惕与自省 家里虽然有取暖设备 但他的屋里总是很冷 他说自己想保持这种冷 害怕自己不平静 这么多年看着身边的人大红大紫 也有失败的 火了以后是不是应该先等一等冷静一下 必要的冷却过后 天海游戏开始朝着自己的演员梦前进 但摆在他眼前的还有两个难题 首先是从男爵到女爵的转变 高大的身形 硬朗的气质 证实天海游戏在保重的优势 却也成为了饰演多样化女爵时的局限性 其次是表演习惯的改变 在舞台上为了能够让现场观众看清 演员的妆容、动作、神态、音量 都必须有超越日常的夸张和明显 讲究大开大合、高浓度的感染力 而在影视剧中 近代咫尺的镜头则非常考验表演的细微之处 追求的是尺寸的精确 要表达惊讶 也许眨眨眼睛就够了 在天海游戏早期的作品里 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从舞台转换到荧幕的摸索痕迹 比如电视剧出女作《乔之雨》 与金城武合作的迷雾 还有《黑天室2》里的《黑衣女杀手》 2001年摸索了五年的《天海游戏》 迎来了演艺事业的《转折点》 两部电影《狗神》和《连弹》 让我们见识到了《天海游戏》 风情也艳的一面 也为他掌握了当年的《蓝丝带》电影《最佳女主》 电视剧《星期三的情势》里 《天海游戏》饰演起人妻来同样游刃有余 一评一笑里有了柔和与温望 而这一年让他名声大噪的是《元氏物语》 光元氏是一个太适合《天海游戏》的角色 风流 阴柔 不好把握 再多一点就成了油腻 《天海游戏》却赋予了他迷人的雾气 有一种阴晕的 湿漉漉的 难以被性别定义的美 总让我联想到林青霞扮演的东方不败 时间来到了2005年 那一年上小学的我开始接触日剧 恰巧赶上了经典剧集 景喷市出现的黄金时代 台湾有二周剧《之吻》 恶魔在身边 绿光森林 王子变青蛙 而日本则有一公身的眼泪 即到先是二 花样男子 野猪大改造 龙鹰等 《天海游戏》也在百花齐放松 遇上了那部让他收获无数海外粉丝的女王的教室 与其他剧集相比 女王的教室更为沉重 阴郁 据说刚播出时二评不断 最后却拿下了31.2的超高收视率 《天海游戏》所饰演的岩师《阿九金真实》 所触动人心灵的 是那股冷酷里的凛然震气 在访谈里 《天海游戏》曾聊到一个小趣事 制片方原本想要真实老师在片尾曲里跳舞 而《天海游戏》却觉得 那会破坏这个角色形象的完整性 让观众出戏 协商之后 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在片尾曲里 加一个真实老师拍摄完毕下班 回到《天海游戏》的过渡来开始跳舞 就让我想起那个大半夜对着剪贴部细细描眸角色的保守男意《天海游戏》 十年过去 那种对于角色灵魂的尊重与执着一如既往 《女王的教室》之后 《天海游戏》在饰演女王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顶及播音园里的传奇女主播春暮春香 Boss里的警示厅搜查组老大大泽惠离子 金牌女王里的企业家妈妈早已女优理 紧急神讯室里的搜查系主任振臂有希子 三星营养武昌庄的天才主厨星野光子 还有顶级手术刀里的脑外科专家 身上瑶子 这些职场上的大女人大部分都有着相似的人设 在专业领域达到顶尖水平 有着性感的大脑 强大的气场 而在生活上却稍显奔拙 简单来说 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 这仿佛也是大众对于天海游戏的想象 连续多年被民间票选为最理想上司的他 几十年如一日的扎带工作与自我建设里 至于男人 羁绊 亲密关系 婚姻 对他来说 仿佛都可以一笑致吃 他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讨论社会议题的作品之中 在日本演艺圈 要塑造一个打破固有婚遇理念的人 没有比天海游戏更鲜活的人选 比如21年前的《强威的十字架》里 他就饰演了不要爱情与婚姻 只要小孩的海贵当生女子 2008年的女人四十中 还要化身39岁未婚的精神科医生 这段对话今天看来也是令人窒息的真实 这部剧里的天海游戏感觉也是最贴近他本人的 他不排斥爱情 但独居的惬意越过了他人怜悯的目光 只有自己懂得 2017年他又和阿布宽一块 在《练妻家公门》中演绎50岁空草老人的中年危机 不过也许是个人风格太过强烈 天海游戏在其他类型角色的演绎反而被低估了 比如在2004年的《最后的礼物》里 他饰演一个心碎的当生母亲 就将母性无助刻画得植体人心 而2001年的《柔嫩的脸颊》 则更有一种少年与少女融合到极致的 迷离破碎的美 很多网友说看到天海游戏 就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这种安心感也许来源于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好对待自我的范本 反复有用之不尽的清醒与勇气 总能在俗世框架中灵巧地全身而退 在追求独立 自我却止不住摇晃的人们心中 天海游戏所传递的坚定而稳固的个人价值 是犹如精神堡垒的存在 但现在我们回看天海游戏的过往 会发现他也历经过和其多的摇摆与迷茫 初入宝种 受到近乎严苛的规章制度约束 成为top难易 身旁却从不乏争议和流言 突如其来的声明 对彼时自我还不稳固的他来说 也是一种吞噬 尝试转型也毕竟从男到女 从舞台到荧幕的难以适应 而他的解决思路就是画界线 但能改变与不能改变的事情之间画界线 改变能够改变的 接受和承担那些无法改变的 在自我和世界之间画界线 天海游戏对于独处的个人空间 一向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 能够自在地呼吸 是与世界相处的前提 他也从来不是能够被简单标签化的人 不婚不是终极目标 只是当下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女王是切面而不是全部 在节目里 她也时常流露出可爱柔软的一面 对于天海游戏来说 生活是高于概念的 清醒和坚定来源于思考 而思考是在一次次命运的锤炼里 始终坚持看向自己的内心 而飞随世界盲目的波动 在天海游戏高中第一次参加电影试镜时 广告选角导演福佳静子十分有眼光的 在人群中发现了他 在天海游戏的记忆里 这是一直被视为假小子 为身高而自卑的自己 人生中所得到的第一次重要的认可 在后来的访问中 福佳静子说 物量的石材用来形容天海游戏 实在是一个很精妙的比喻 晨彻风吟质地坚实 有温暖而粗粒的树感 当我们在说女人如水 女人是花的时候 天海游戏展现了 女人也可以是一颗透亮的石子 你会被其光亮吸引 凑近看 伸出手 却发现无法把她捏成任何形状 她的轮廓与纹理 只会长成自己舒服的模样 以上就是本期人物漫谈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赞 求关注 求转发 你们的一键三连 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要感谢古语 给了我这个天马党 一个公费克CP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美白聚班的需求 也别忘了评论区领取优惠券 现在过路的话 还有限时加赞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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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